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在淡载岛中隐藏着一款多人载具 就是公交车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多人载具公交车根本就不存在 错它是存在的 我找到了两个证据 你们听我细细道来 众所周知 公交车站牌位于淡载岛的正北侧 偏东侧 如果你在淡载岛也见过公交车站牌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公交车站牌的正前方 有一条百游马路 小伙伴们你们看 它是黑色的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在百游马路的路沿石上 还修了一个红绿灯 很显然官方大大害怕公交车来的时候 撞到这里嘻嘻打闹的蛋子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在马路上玩耍的蛋子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分出来 我们看一下 LATER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当夜幕降临之时 公交车站牌上的指示灯就会亮起来 害怕我们淡载不能发现它 并且在白天到来之时 此时的指示灯 它就会熄灭 因为大家都可以发现这个站牌 所以说公交车 这个多人载具 在淡载道一定存在 它就是23路 G公交车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